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这次新闻 我是蓝银林 我是你善清 先看本地消息 在西澳洲北部的布鲁姆市 一名31岁警员 在今年涉嫌在两次拘捕行动时 粗暴对待两名疑犯 宗审法院法官和廉政罪案调查局局长 认为公众有知评券 了解当时疑犯被虐待时的闭路电视影片 而被告辩护律师就申请上诉 希望制止传媒界公开有关的片段 另一方面 警察局长Lisa Harvey就说 接案的警员已经辞职 她又表示 事件不会影响市民对警方的信心 新闻警方推出的网上性职犯记录表 点击率接近10万 该网页更加被省政府颁发掌项 西澳洲警方的性罪犯公开资料 附推出接近一年 录得接近10万瀏覽人次 最近人在政府的资讯科技及通信奖中 于服务领域政府类别中获奖 网站主要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刊登通缺性罪犯的声明和图片 第二部分被居民尋找区内的性罪犯 至于第三部分 容许公众尋找无监管和他们子女接触的人士 警察听长对网站获奖感到高兴 并表示这个网站能给警方性罪犯小组 有效管理性罪犯资料 同时亦被公众对危险性罪犯有所提防 网站记者 记上网报导 最近有报导指西澳Fremantle市 仍在18个月内被Melville市政府吞聘 本台就事件和Fremantle市市长 Brad Pettit进行了专访 无论确则Fremantle是早已一家的地方 而在本期的第二个区域 我们会形容和公司 这样的许多局部内的一样 对我们的主要有关系 Fremantle是基于第一位活动地区 是个真正的 concern 如果大家有兴趣收提该国婿问 可加入以下连结 收看本台的《英文文件新闻》 帕斯市政府發表了一份名為Vision 2029的城市策劃報告 報告中提到要優化公共交通網絡、房屋種類多元化 改善治安及促進夜市經濟 另一方面帕斯市市長Lisa Scafidi 亦對市政府改革發表了她的意見 西澳首府帕斯市長Lisa Scafidi 決定開展一個名為Vision 2029 Plus的社區策略發展計劃 這個計劃將會為整個帕斯的社區定下發展的概念、目的和圓景 這是一個共同的視訊,作為良好的討論 使用了我們發展一個很穩定的計劃 Vision 2029 Plus的主要內容包括建立一個世界級的綜合交通系統 鼓勵住屋多元化,從而吸引更多人搬去帕斯 與此同時,他們亦會改善夜間的治安 為建立夜間經濟產業組準備 如果你想進一步了解Vision 2029 Plus的詳細內容 可以去到www.cityofperth.wa.gov.au WAMN粵語新聞記者朱聰銷報導 提回香港消息,商人陳振聰偽造和行使虛假遺囑罪罪名成立 高等法院判他入獄12年,並要他支付200萬的訴訟費 陳振聰家人在離開法院時被大批記者圍住 當他的妻子被問到對判決看法時,沒有作任何回應 陳振聰偽造遺囑和使用虛假文書罪成,今天被重判入獄12年 辯方求證時說,陳振聰已經27年沒有案底 而他有三名分別15、18、20歲的兒女仍然在學 希望法官考慮以上因素,被較低的刑罰 不過法官墨基治則直斥陳振聰貪婪、無恥、邪惡 利用龔如森晚年的寂寞和虛弱犯案,而車是經過精心的策劃 是一個聰明的騙子 貪婪方面,法官說陳振聰已經從龔如森拿到30億元 已經可以過著非比尋常的奢華生活 不過他仍然不滿足,想奪取成不遺產和華貿集團的掌控權 而他自爭產案來到現在都沒有副意 兩項控罪最高量刑起點是14年 不過法官考慮到陳振聰不自辯,增減了審訊程序 所以扣減部分刑期去到12年同時執行 商人陳振聰在2010年因為這兩項罪被捕 司法過程至今歷時3年05個月 香港一日記者羅之勘報導 7月1日是香港回歸中國的週年日 市民以示威遊行向政府表達訴求 警方說今年7月1日有接近6萬6千人參加 而民陣則說有43萬人參加 7月1日大遊行,示威者對政府各自表達不同的訴求 雖掛著3號風球,天氣惡劣 但仍然無損市民上街表達爭取民主的決心 示威者的信息更多 政治方面包括要求特首梁振英下台 而民生方面就包括關閉將軍澳堆填區等等 遊行歷時6小時 今年遊行路線同樣由銅鑼灣的維園做起點 而終點就改在中環的遮打道 特首梁振英旗下回應遊行 說會小心聆聽遊行的訴求 特別是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和各項經濟議題 主辦單位說遊行有43萬人參與 而警方統計最高峰時有6萬6千人 WMN記者洛志漢報道 在美國,北卡羅來納州有同性戀遊行人士 涉嫌動操及打傷兩名基督徒 有路過的人士用手機拍下當時的情況 警方期後拘捕涉打人的示威者 新聞報道完畢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訂閱本台 我們下星期見 再會